接下来 第一个叫原子序 原子序什么叫原子序 原子序就是原子排列的次序 在哪里排列 在周期表排队 一号在这里 二号在这里 三号在那里 那谁一号谁二号谁三号 看指指数 指指数就是原子序 一个指指就是原子序一 两个字就是原子序二 三个字就是原子序三 然后它就是在周期表排列的次序 好指指数就叫做原子序 然后呢 所以如果我的指指数相同 我就会在周期表上 摆在同一个位置 我们就说它是相同的原 它就是相同的元素 它就会有一样的元素符号 指指数一样的 就列为叫做相同的元素 放在周期表的相同的位置 有一样的元素符号 所以有人说指指数 旧课本这样说 指指数决定原子的化学性质 这句话是错的 但是考试就这样考 因为旧课本这样讲 就某方面而已 真正决定 真正决定 原子化学性质的是电子数 更正确的说是电子主态 但是你要到高中才会教什么 叫做电子主态 那某方面一看 也没有差了 反正正常的原子 指指数就等于电子数嘛 所以电子数决定 也就是指指数决定 但是实际上是由电子主态决定 不过考试说考试叙述说 指指决定原子的化学性质 你还给他说对 因为旧课本是这样教的 旧课本是这样教的 又要质量数 我们前面教过了 原子的质量几乎就是原子核的质量 电子质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又告诉你中子质量跟质量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有一个质质 你有两个质质加两个中子 那你大概就说我几倍 四倍嘛 二加二就等于四嘛 大概四倍 所以直指数加中子数的大小 就可以代表这个原子的质量大小 这个数字越大就代表质量越大 这个数字是三倍 就表示质量大约是三倍 所以这叫做质量数 质量数就是直指数加上中子数 用来代表这个原子的质量大小 那我们的原数符号 写法就像这样 这是MG是每 我们的习惯上 原子续写在左下角 质量数写在右上角 所以这叫做每 它有十二个质质 质量数叫做二十四 因此你就可以算出来 中子有几个 二十四减十二叫做十二个 有个人再问下去 它正常的电子有几个 12多个 12个 因为正常情况下 直指数等于电子数 再延伸一点 假如我写个MG二症 写个MG二症 第一个 直指数几个 12个 中子数 12个 二症只有改变什么 电子 那请问你二症电子有几个 10个 10个 因为本来12个 少掉两个变成10个 这就是考试要考你的东西 问你 它会有几个直指 几个中指 几个电子 所以左下角写原子序 左上角写 这样数 这样数 OK 然后就扯这个东西叫做 同位数 刚才影片有出现的 同位数什么叫同位 就是摆在相同的位置 什么地方的位置一样 周旗表的位置一样 刚才讲周旗表靠谁排 原子序排 所以同位数摆在一样的地方 又表示我们的直指数怎样 一样 那我们哪里不一样 中指不一样 中指不一样 因为电子一定跟直指一样多嘛 所以中指不一样 所以 所谓的同位数 说法一 直指数相同 中指数不同 说法二 原子序相同 质量数不同 它们会摆在周旗表的一样的位置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 刚才跟你讲说 直指决定它的化学性质 所以 这个同位数的化学性质 基本上会一样 但是呢 有的比较轻 有的比较重 所以它的物理性质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习惯上会用它的质量数来区别 比如说碳 原子序是6 可是有的质量数是12 有的质量数是14 我就写个C12 碳12 C14 碳14 来表示这样的同位数 所以观念一个叫同位数 我们前面有加个叫做同素易构体 是指相同的元素 但是组成的树木跟排列方式不同 现在交的同位数 指的是我们是相同的元素 我们摆在周旗表一样的位置 表示我们的原子序一样 但是我们的中指数不一样 中指数不一样 指指数相同 中指数不同 原子序相同 质量数不同 是要做同位数 然后呢 道吞的原子说 可以帮我解释定比定律 倍比定律跟质量守恒定律 正式交质量守恒是下学期 第一个定律 前面跟你讲过了 我们组成化合物 里面的种类跟树木都一样 排列方式要一样 再是相同的化合物 所以我一定是两个氢加一个氧变成水 所以一定是两个氢的质量跟一个水的质量 所以质量比会为定值 叫做定比定律 倍比定律 两个元素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其中A固定 B会成简单整数比 一氧化碳 一个碳加一个氧 二氧化碳 一个碳加两个氧 碳固定都是一个 那一个是一个氧 一个是两个氧 原子没有半个的 所以一定是几个几个几个 对不对 那既然都是几个整数格 所以你会成什么 简单整数比 可以解释质比定律 也可以解释质量守恒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种类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反应前有五个氢六个氧七个碳 反应后呢 还是五个氢六个氧七个碳 这样质量会不会变 不会 所以叫质量守恒 反应前后质量不会改变 这叫质量守恒 所以原子说 可以帮我解释 定比定律 贝比定律 跟质量守恒定律 但是有些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给李萨克 亚伯加学讲说 亚伯加学讲说提出一个 东西要谨示气体反应体力是给李萨克说的 这个你看过就好了不用废 同温同压下 同温同压下气体的反应前后会成简单整数比 氢加氧变成水蒸气 氢气 氧气 水蒸气都是气体 反应前后 体积比要成一个简单整数比 用原子说 无法解释 因为它会出现半个 可是原子说没有半个 没有半个 所以要用到我们的亚伯加学讲说 亚伯加讲说说 同温同压下同体积的任何气体有相同的分子数 重点 同温同压 同体积 重点 只能用在气体 固体不行 液体不行 只有气体可以 然后什么结果 分子数一样 同温同压下同体积的气体 任何气体都有相同的分子数 这叫做亚伯加学讲说 必须用到亚伯加学讲说 才能够解释给吕萨克的气体反应体积定律 好 叫做分子数 然后问题是 啥叫分子啊 什么叫分子啊 在亚伯加学刚提出来的时候 它说的分子是由两个 两个原子 甚至更多原子 码在一起的构成的东西叫做分子 原来这样讲吧 这个是 这个是 道尔徒典说不接受的 因为他说这里是一个氢 这里是个氢 这两个氢 两个氢同性相似 这两个氢不会拔在一块 是各自分开的 可是它就要两个氢变在一起 变成一个氢分子 变成一个氢分子 原来指的是两种以两个以上的原子组合起来的 现在把它推广成具有物质性质的最小单位 你把水 一大缸的水 挖一条 拿一滴 切切切切切切切 你知道最小这个还是具有水的性质 啊 这样叫做所谓的水分子 水分子 具有物质性质的最小单位 叫水分子 变成这种讲法之后 就会有变成有所谓的单原子分子 单原子分子 只有一颗原子的 像我们的钝器 这个学生也考过 什么亥南亚这个东西 一颗 一颗亥原子 也是一颗亥分子 一颗单独的 单原子分子 也有所谓的双原子分子 两个的 两个拔在一块的 氧气 欧凸 两个氧原子结合 变成一个氧分子 氧化酮 一个酮跟一个氧 拔在一块 变成一个氧化酮分子 双原子分子 或者是多原子分子 很多的 很多的多的 水 H2O 要两个氢加一个氧 硫酸酮 要一个酮 一个牛 它四个氧 码在一起的 这种叫做多原子分子 OK 所以现在所称的分子 是具有物质性质的最小单位 有单原子 双原子 跟多原子 单原子 我讲过学生考过 钝器 单原子分子 我们也跟你教过 所有的气体 除了钝器之外 都是双原子分子 氯气 Cl2 氧气 O2 氮气 N2 这些是我们比较会出现的 所谓的分子说 OK吗 OK 那我们讲过 金属是好 比如黄金 AU 一坨的AU 挤在一块 没有切出所谓的分子 所以就AU写 AUN嘛 N个AU 就把今年人叫做AU 这我们前面跟你提过的 原子不怕他表示 但是这个在国中就听过就算了 我们也没有仔细追究怎么回事 好的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请起来非常练习 感谢观看